好,那我們剛剛下載了一個軟體叫Synfig Synfig是一個2D的動畫軟體 然後呢,我們已經下載下來了 所以我們就點它 OK,等一下 好,那我按執行 這樣就會安裝這個軟體 好,然後呢,同意 把它安裝上去 好,那我重複按了兩次 所以這個關掉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 OK,我們已經安裝上去了 所以在這裡我們應該已經有Synfig的軟體 我們可以把它啟動 好,那這個軟體呢 一開始的介面你會覺得有點雜亂 那如果你曾經用過一個影像處理軟體叫做GIMP GIMP也是開放原始碼的軟體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畫面很像 GIMP的畫面大概跟它很類似 那事實上它是從GIMP改過來的 那開放原始碼就有這個特性 你有一個程式 人家想要覺得,那我可以從你這邊再延伸出其他版本的程式 我就延伸出來 那GIMP的用途呢 那GIMP的用途呢 是用來做影像的編輯 就是像Photoshop Photro Impact 類似的東西 那GIMP 是不用錢的開放原始碼 那同樣Synfig呢 既然是從GIMP改出來 它也是不用錢的開放原始碼軟體 那接下來我們先 那接下來我們先 待會各位就可以直接下載 安裝操作 因為下載應該很快 那如果各位下載太慢的話 我待會再把網址貼到社 就是網址下載下來 放Dropbox再貼到社團上給你 那如果夠快就不用 那我現在要示範 先用Synfig來做一點示範 做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動畫 那我這邊呢 我先把背景設 設成全黑 按Close 這個是ViewColor 就是背景 那於是呢 我拉出一個Rectangle 就是地方體 不是地方體 正方形 應該說長方形 然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它放上去 這樣子呢 這個長方形就會做為背景 然後它是全黑的 那接下來呢 我想做一個紅球 我把這個紅色呢 拉高 OK Unclose 那這時候呢 我在這邊拉 你就會看到我們做了一個紅球 我回到這個滑鼠的畫面 就可以動一下 那但是呢 這樣子還沒有進入動畫的狀態 還沒有進入動畫的狀態 所以呢 我現在要真正進入動畫的狀態 所以我在這一個小綠人 最下面這個有個 右下角有個小綠人 我把它打勾 其實不是打勾啦 就是說把它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從小綠人 站著的就好像那個綠燈 這個跟那個 這個跟那個綠燈剛好相反 紅綠燈相反 紅綠燈呢是 綠色的時候是站著 紅 紅燈不能走 對不對 所以綠色的才是走 對不對 紅燈是站著 對不對 那這個是 紅色的是走 綠色是站著 你看 綠色是站著 紅色才是走 這個違反交通規則 那我按下去之後 它會進入那個動畫編輯模式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這個它叫 Turn on animation editing mode 那這個叫 Turn off animation editing mode 也就是說我在這個模式 其實它已經是on了 所以它會Turn off 那我現在on了之後呢 我在這邊 這裡不是有個這個鑰匙 那裡面有這個什麼深度這些 那這個鑰匙這邊呢 在這個鑰匙的這邊呢 有個加號有沒有 加號 那我們把它按下去 這樣子有什麼用途呢 這樣子它會插入一個影格 影格就好像blender的那個影格 是一樣 插入了一個影格 那接下來呢 我把這邊呢寫es 也就是說我希望把它調整到一秒鐘的那個地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從這裡跳到這裡來 這裡是一秒鐘的地方 那一秒鐘的地方呢 我再插入一個影格 再插入一個影格 我把這個稍微縮小一點好了 不然總是要切來切去 這個稍微縮小一點 不妨礙 好 那這樣子呢 我插入了第二個影格 是在一秒鐘的地方 這個 這個才是一秒鐘的那個影格 那這個長度呢是一秒 那這個長度呢是0f 0f f就是frame 就是0個畫面 那這個0f持續一秒鐘 就從0開始 D0個畫面開始持續一秒鐘 然後呢 再從1秒開始呢 欸 沒有了 0 0個畫面 但是這時候我們就要做一點事情 就是 我把這個東西 它裡面的綠色點點就是可以點的 你把它移過來這邊 好 那這時候你會看到說 我們沒有看到動畫 可是呢 你從這邊點一下play 會發現 欸沒動畫啊 沒動畫 再點一次 有動畫了 為什麼 因為0到1秒的時候 它從這裡跑到這裡 那1秒之後沒做 那但是1秒之後我們還沒做 所以沒動畫 所以0到1秒從這裡跑到這裡 那1秒之後沒做 那這樣同樣的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再加 再 先調到2秒 2秒 地方 然後我按加入 這時候就會跑出一個2秒的東西 對不對 但是2秒呢 我也一樣把它移動到這裡 好 2秒讓它到這裡 然後呢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再看一下 因為它已經2秒 的畫 你會發現後面沒在動 但是呢 從前面開始 它就1秒動到這裡 2秒動到這裡 好 那 同樣的我們再選3秒的地方 3秒的地方 在這裡我一樣按加 好 那這個3秒的地方呢 我就讓它回到原點就好了 回到原本的地方 好 差不多就好 那 這時候呢 欸 這樣可能會有問題 因為我剛剛選的 來 我們重新播放一次看看 因為我剛剛可能選錯了 有耶 所以確定是3秒沒錯 好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個 3秒鐘的 求跑來跑去的動畫 好 那 那 那 這裡呢 它預設一開始就設5秒給你 那 通常我 我之後會調整 那 調整怎麼調呢 看一下 這裡先有一個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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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個 Property Property 這邊呢 你可以先為你的動畫做命名 好 叫Ball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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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angle 好 那 建議不要用中文啦 因為 我還不確定它能不能用中文 好 那 進來之後呢 這邊 有一個 Time 叫N 有啟動時間 和結束時間 那我這邊呢 那我這邊呢 因為我只做了3秒 所以我就把它放成3秒 好 這樣子OK 我們就只有3秒 那 那這時候我再放 播放 你就會看到它3秒就停下來 好 那 你可以把它存檔 存檔 所以我就把它儲存 Save Save 它這個副檔名是S-I-F-Z S-I-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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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就 就 叫做BallMove 就好了 那 存在哪裡呢 我存在 C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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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槽底下 DESK DESKTOP 桌面 我不喜歡存桌面 但是C槽底下 G槽底下 好像沒有給我看資料夾 喔唷 這樣子就有看資料夾 好 G槽底下的資料夾 我就存在這個 CCC102 這裡有一個Create folder 我存在 建立一個Synfig的資料夾 然後把BallMove 存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把我們剛剛所做的 整個專案存起來 那 你現在還是可以看到這個通話 OK 好 那另外呢 你會發現說它可以匯出啦 但是它的匯出呢 其實 跟 功能 功能其實有點兩段式 所以呢 你會看到覺得有點奇怪 好 我們來 匯出 首先呢 匯出用PNG格式來匯出 然後 我放在Synfig裡面 這可能不太好 因為 因為 這裡 這個資料夾 會跟我們的混在一起 所以我把它放在 Synfig底下 再建一個資料夾 叫 AllMove Move 然後把它存在這裡 好 那這時候呢 一樣喔 它用Render功能 然後呢 要不要品質如何 反矩子狀之類的 那如果我把它按下 我這裡設定Target 是Auto 我按下Render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說 它跑完了 跑完了之後 我們看一下 那一個資料夾 好 CCC102 這裡 你會看到它跑出來的是這樣的東西 有點像Brander在你沒有設定的情況之下 它就跑出一堆圖片給你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還沒操作過接下來的 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 如果 我把它匯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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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der 這裡 我把它匯出的時候呢 我們選FFMPG 試試看 這個照理講應該是要匯成一個 匯成一個 點MPG的格式 MPG 看MPG就可以了 好 Render看看 那這裡 OK 不知道有沒有匯出成功 稍微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Ballmove Move 點了MPG 應該會玩 我們看一下 快速設定 播放的時候有問題 所以 格式可能 可能 不符合 來看一下 是不是 用別的軟體可以播 這裡沒有別的軟體 等一下我們試試看別的軟體 照理講應該已經匯出了 應該已經匯出了 只是 它的匯出格式可能有點問題 所以這種 單檔的部分不會有問題 那多檔的部分 目前我看 好像不能夠直接這樣做 好 那各位 可以先試試看這個軟體 這個我們這學期還會用到 好 可以 感到 可以 好 可以